字幕志愿者 、李卓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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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卓人, 大家可以了mm? 我今日想回應一下特首林太再次拒絕在這個熔斷機制裏 在這裏作出一個進一步的傍寬 甚至是說暫停 現在大家看到的 今時今日除非有第六波 有另一隻新的變種病毒出來 現在Omicron香港已經有很多人感染過 而全世界基本上全來全去都是這件事 我們現在熔斷機制的目的是甚麼呢 現在乘客下機就會立即驗測 驗到的就要去隔離設施和醫院 我們今天有數以萬計的隔離床位 方桑醫院是絕對可以容納在機場撈倒的人 他跟著去檢疫酒店七天 很多輸入個案 其實要是即場驗到 要是在檢疫酒店燃養 早前BA2出事的時候 檢疫酒店有些做得不好 那就有傳播風險 現在政府就說解決了 檢疫酒店全部都OK了 你想想機場就撈到一大缺 接著檢疫酒店又說做到滴水不漏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還有甚麼可能會有輸入個案流入的社區 就算內波內有都是一宗兩宗 你看他現在每一天有多少輸入個案 比較起我們現在本地的確診個案 簡直牛和蚊鼻 還有全來全去都是同一種 而我們今天很多人已經接種了疫苗了 很多人三針四針 又有口服藥 是吧 隔離設施、醫療設施 已經提升了很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撈穿頭也想不通 熔斷機制還有甚麼角色蔓延 暫時一下 直到大家來時 由一種新的病毒出來 那就沒得說了 你這樣下去 我認識的人 和社會上很多聲音 就說明明訂了機票回來香港的 突然間又沒有了 沒得計劃的 我們香港這個國際航空樞樓的地位 這樣搞下去又玩完了 你想想很多人如果在香港想轉機等等 各方面的東西 突然間航班取消了 結果呢 就送了生意給新加坡 又或者送給大眼區裡面的機場 真是沒甚麼意思的 所以我對於特首還是說這個熔斷機制今天有需要 我是完全不明白的 也都跟我們的動態清零政策無關 因為動態清零是說本地的個案 輸入那些是他自己撈到另外去醫治的 最重要就是本地的個案不要飆升 對吧 那跟你現在這個熔斷機制呢 完全是扯不上關係的 當然最重要就是那七天的酒店的檢疫 一定要維持 這個呢 暫時就沒得談的 如果你那個動態了 你就不是動態清零的了 所以有了那個呢 我不用帶三個頭盔 四個頭盔 另外就想說說呢 就是現在開始有演唱會了 現在萬眾期待的一個組合 大家都知道是誰 哇 一出來 我想那些票炒到幾萬元一張都有份 現在說回 用段 檢疫 抗疫 現在走到演唱會 炒黃牛飛 去到幾萬元一張 那個實名制呢 政府已經落實了 以此支持民政局長 說了說要做的了 誰知道呢 他就離任 接著下一手呢 又離任 那麼 問題是 既然政府說得做了 實名制 是不是應該盡快做呢 他應該盡快隨時拿一條標來搞定他 如果你說擾民 今時今日 大家想想 又要安心出行 又要 疫療症 你站在門口 都完整這些事情 根本和查實名制都沒有關係 所以你說買票的時候 限制每人多少 跟著用實名制呢 根本是完全 今天 不會加深了 排隊去看演唱會 那些人的輪候時間 因為他今天已經要做這麼多事情了 其實 根本 就是 形式上就不是實名制 但其實已經在做著 實際上 對不對 所以這條法例是 應該 純粹推周 就很容易 趁著這個機會 落實了他 沒有人會出聲的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 我都會 就是 跟政府 盡快溝通 這個標準 要說 經濟復甦 那些人拿了消費券 哇 很久沒有聽演唱會 我也沒有眼看 炒到幾千一張 所以 剩下幾個月 希望他們考慮這一點 之後我就要說 對財政預算案 最不滿的一部分 就是完全沒有提 院舍住宿照顧的資源 一百個字都不夠 整份預算案 這次Omicron 在安老院社大爆發 他們叫天不應 叫地不靈 要防護物品 一樣都沒有 有些員工 感染之後 人力都十分短缺 但政府並無提供任何的支援 我們看到 當老人家失手 就會好像骨牌 拖垮整個醫療系統 但可惜一直以來 政府都忽略了安老院社這個角色 這次財政預算案 都是一樣的 完全沒有顧及到安老行業的情況 這次預算案有很多措施 我一直都向不同的政策局爭取很多年 包括社區保母專業化 提升薪酬 發展多層的工業樓宇 包括組裝合成的建築法 電動車充電設施等等 以前我都問過司長 司長當時的回應就是 這些是政策局搞的 我是簽支票給錢的 這次預算落作了 這麼多不同的政策局的政策 我也有點突然 我希望司長將來的角色 可以繼續主動一點 不是純粹你們決定我簽支票而已 所以接下來會議 我講幾個關於公帑的重要政策 希望司長都可以領導政策局考慮一下 第一,港鐵票價東平西貴 因為歷史原因 屯門元朗的居民過去上班 每公里的票價 比上水居民過去了15% 即是一成半 造成東平西貴的歷史矛盾 最近一年 我大力倡議政府 利用沙中線年終過海的契機 去大幅降低 租沙中線給港鐵營運 那個租金 因為這是委託協議 是政府全資擁有的 港鐵可以利用租金的下調 大約3億左右一年 就可以即時下調西鐵過海的票價 每公里 就可以去到15% 下調 理信東平西貴的歷史矛盾 運防局的回應 就好笑了 這個問題 他不想理會 他要靠港鐵每年的票價調整解決 即是那些1% 半個% 這個方法 老實說 任何鐵路 就完善 你肯定就個個拍手 加1.1% 那些人會吵 所以要透過這個方法 我肯定 30年都解決不了東平西貴 所以麻煩你們想想想 和你有關的 因為九鐵是政府的 九鐵是收租的 收港鐵租的 麻煩你們想想那裡 第二 第二 就是保護兒童會 若而事件引發的 受資助機構的監管問題 這個就好像是福利問題 為什麼我說財政司長 都關事呢 因為政府每年用200億的資助 165個機構 去提供服務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包括兒童、長者、殘製人士、基層 看著這些資料 我第一時間就想 究竟還有多少 是好像所謂保護兒童會 收到政府錢去打小朋友的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還有多少 是收緊公帑 做著違背社會期望的事呢 所以我覺得掌管社 政府掃補的財政司司長 都有責任去監管那些部門的 去監管那些機構 領導改善監管的系統 訂立一些服務標準 簡單來說 主席就是說 部門就要檢視機構 財政司都應該檢視部門 因為這些錢是給他 他然後再給其他人 最後我想說 最近教育局強調要求學生 上學每天要做快測 但是不會全部提供檢測包 理由就是要集中資源給有需要的人 有時候政府的邏輯真的很奇怪 為什麼全民派抗疫包 又不只是派有需要的人呢 現在派檢測包 所有長者都有 但是是不是違背了這個原則呢 全民派重用口罩 又是全民 又不只是派 有經濟需要的 所以同一個原則 你一個星期就喜歡這樣用 到星期三 你又另外一個看法 是很混淆 還有一個理念要考慮 凡是強制性的政府的政策 一定是要免費的 有什麼來有一個強制性的政府政策 竟然會要市民自費的呢 這個是很嚴重的 你先例一開 後患無窮 所以我勸你們呢 盡快 盡快呢 令到這件事呢 那個掩測包 在學校那裡呢 是全部免費 因為這個概念是非常之難接近的 大致上我講了這麼多 時間都夠了